可以通过手机APP 通过蓝牙 上锁 开锁 配备的这个传感器这个雷达 我认为它的覆盖范围还是稍微有短了一些 坐满了三个人 你也不会感到任何的局促 而且还可以在后排轻松地翘起二郎腿 像长期的 长时间的翘二郎腿的话 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突出 压迫神经 或者是以后的脊柱弯曲 如果你也想投稿就请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超纸礼包等你哦 这台车呢是在19年购买的 其实当时市面上可供选择的车辆并不多 而且呢 我其实当时并不是很看好新的原车辆的前景 我认为它的发展会非常豌漫 没必要买一台太好的车 而综合了市面上的一些车辆的一个情况呢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预算定在了15万左右 综合进行了对比 选择了这台车 这台车呢 是当时是优惠完是15万多一点 送一年的保险 还有一些装饰 此外呢 我还因为认识威马研究院的一些朋友 通过威马内部推荐 就给减了几千块钱 比如说最后拿到手差不多是在15万左右 平时呢 上下班和室内出行呢 都是会开威马这辆车 我每个月的行驶里程差不多是在1300公里左右 也就是一周300多公里 我就是四到五天吧 充一次电 平均电号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眼 基本上是每百公里的电号是在16左右 如果是夏天的话呢 这台车子的续航呢 差不多是在300公里 冬天的话 这台车子续航就可以降到200左右 第一次是3000公里保养的 之后就是每一万公里保养一次 每次的费用也很低 200块钱左右 主要就是空调绿芯啊 雨刮啊 以及一些油液这样的 自从有了这趟车之后呢 它就成为了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中的出行工具 我的汽油车呢 只有在回老家 或者是其他远途的情况下 才会进行使用 如果说这台车有什么优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少的 比如说像这台车 车长有将近4米6 得益于没有这个发动机 所以是它的内部空间做得很大 轴距可以达到2米7 后排的话坐满了三个人 你也不会感到任何的局促 其次的话就这台车有很多非常人性化 也非常高科技的一些配置 做以加热 360的全景影像 还有一点呢 就是可以通过手机APP 通过蓝牙 上锁 窗户的开启 关闭 车内空调的开启 关闭 售后服务非常的棒 除了经常有一些免费的升级 免费的一些检查之外呢 还会跟你进行一些 比如说零件的一些更换呢 小车主去4S店的话 都是可以免费洗车的 如果说这台车有什么缺点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的续航 我觉得还是不够 然后再一个的话 就是这台车在后视镜的两端 然后配备了这个后车来车的这么一个预警的一个系统 配备的这个传感器的一个雷达 我认为它的覆盖范围还是稍微有短的一些 在很多情况下它并不能识别后方的来车 再一个的话就是唯一有一点 它没有配备主动刹车的这样的主动安全 最后一个呢我认为是它的内饰 在刚买的时候我认为内饰里的味道还是比较重的 然后再车两年多了 虽然还是有一定的味道 但是已经环节很多了 目前跑过最远的地方呢是延庆的诗园公园 从我家过去单程一百多公里 往返差不多两百多公里这样的样子 中间没有充电 当时是七月份满电五个人 回家之后呢 表显的话差不多是在很可以行驶一百多公里 所以说正常来讲的话 这台车最大续航 我认为也就是在三百到三百五之间吧 如果之后再考虑换车的话 会有这么几个选项 比如说像威马的W6这台车呢 我觉得相比这一代的EX5来讲 有很大的提升 再一个的话 我其实是想尝试一下合资的新能源车 大众的ID6这样的 虽然说国产车现在在新能源这个领域进步非常快 但是相对于合资品牌来讲 它的底盘的质感我认为还是要差一些的